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提出联邦诉讼 指控中部肯踏基州一名警察对两名残疾儿童作出肢体限制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星期一代表两名儿童的母亲 起诉肯踏基州肯顿怨警察 该组织公布去年拍摄的视频 显示警察海文沙武纳向其中一名八岁男童带上手购 男童的手腕太小手购带不上 警察将他的手臂扣在背后